2019基隆紅畫藝術節 歡迎大家 2019基隆紅畫藝術節 非常大的三隻的這個巨型的恐龍的Gio 那另外在周邊的這個水岸邊呢 也有非常多漂亮個型的這種巨大的一個Gio 還有裝置的藝術 更重要的是從早上到晚上 都有非常精彩的一個表演 還有子豐車的這些演員們 跟所有的小朋友來進行互動 那另外在我們的文化中心 還有一個大型的雙層的巴士的一個扭蛋機 整個活動場區呢 從西岸到東岸都有精彩的活動 那在西岸的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前方 有一個藝術的裝置活動奇幻禮物盒 這奇幻禮物盒的概念 是從基隆港常常看到的貨櫃 把它轉變成可以玩的一種 藝術裝置讓他們有小朋友可以體驗一下 在貨櫃場工作的感覺 今年的Gio我的同學又比以往更加熱鬧了 那我今年呢對於BIY手作部分 超級愛的放了各個學校 然後發現這個東西好特別 而且是我非常非常喜歡 據說這個是學生跟老師一起研究出來的 然後他會靠著後面的這個三個裝置呢 去走一個軌道的一個設計 特別使用了最新科技 我們這個AR的眼鏡 而且是加上空拍機可以升空的影片 讓所有的來賓呢可以隔空觀景 他透過風來帶動這個電力會旋轉 他跟音樂盒來做一個結合 透過手工具的操作就可以完成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每個學校的老師們真的很棒 他們的創新的教學 真的一直帶著我們學校的教育都在進步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好玩 覺得很好玩 希望以後還有這個活動也可以繼續參加 有基隆兒童藝術節 基隆真的變得很不一樣喔 我覺得今天這可愛藝術很好玩 我覺得今天基隆的夜晚很美 連續的四天 我包括文教基金會 包括所有的共同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贊助單位 尤其演出單位 那這裡面還包括我們的各國中 國小包括幼稚園 我們各個社團 我們的劇團 等等一起的配合演出 順天滿滿的行程 我想在整個的港邊 不管裝置藝術 活動的表演 大家共同的參與 這是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整個的微笑港灣 整個的都正好起來 那我們也期盼 明年會更好 非常好 謝謝大家 我們也期待可以抬公開 看到我們